我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你马上也要小考了 我的生日和小考碰在了一起 有没有比我更幸运的 多好呀 生日是每个人的幸运日 这样的日子考试肯定没有问题 你还给你准备了精美礼物 你送我学学资料 干嘛 你马上也是初中生了 你说你睡成你好了 不得是这套手的功劳 这套礼物还不行 行行 那小考碰能不能补给我一个生日 用得着说必须能 那我们要先去饭店吃饭 然后约上好朋友来 我们家玩玩一整天 没问题到时候还会有惊喜 我就知道妈妈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捣了一件礼物 彤彤的 畅畅的 还是机灵姐同款哦 怎么样 这样的套装挺好看的吧 当然他们两个从来没有穿 我这种感觉的衣服 真不知道他们两穿会是什么样的 等他一方学会来试一试